今天要出去了 怎么样现在心情 还是比较激动 十多年了 但就等着这天 快十四年了是吧 是 十三年十个月 这个已经十四年没回家的男人叫李兴明 是一名犯有重大刑事案件的犯人 如今他的刑期已经结束 还有十几分钟 他就要离开监区 返回那个十四年都没回的家了 但是此时他的心情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担心回家后 已经八十四岁的 那个对他日思夜叛的老母亲 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情绪波动 所以在李兴明出狱的前一天 监区的民警就已经去往了李兴明的老家 把李兴明即将出狱的消息带给了他的母亲 即便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老母亲依旧是不肯相信自己那个从小乖巧的儿子 怎么会犯下那么大的罪行 那是1998年4月3日的晚上 李兴明和妻子扮了几句嘴后 就骑上了摩托车出了家门 可是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而且是完全失联了 直到第二天的中午 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就降临到了李兴明的父母和家人头上 李兴明因涉嫌杀人 目前正处于在头的状态 对于这样的消息 起初李兴明的家人是完全不信的 但是仅仅一天以后 又一个消息让他的家人彻底的绝望 李兴明竟主动自首了 而且公认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即便如此 李兴明的父母依旧是不能接受儿子杀人的事情 因此父亲还得了一场大病 几年以后就不幸离世了 而当时已经70岁的母亲 则整天的坐在门口 盼着儿子回家 他至今都说 我的儿子绝不会做那种事情的 有一次母亲睡到半夜梦到儿子回家 然后就赶紧起身去开门 一不小心就摔坏了腰 从此就下不了床了 身体的日渐衰弱 让母亲更加的期盼儿子回家 他经常喃喃自语的一句话就是 要儿不回来 我眼都闭不上 这句话一说就是14年 那么那一天的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据李兴明交代 事发的当天晚上 他本来和两个朋友在家里小聚 在喝酒喝到接近尾声的时候 李兴明的老婆从外面回来 把一些老人的常备药 放在李兴明的面前 让他给岳母送去 因为已经是晚上了 两家阁的路程又不近 最主要的是自己喝了不少的酒 所以李兴明就给老婆说 明天再去送 当时他的老婆听了就不高兴了 夫妻俩就吵吵了起来 酒局也因此不欢而散了 直到李兴明答应了去送药 事情才算完 可是就在李兴明骑着摩托车 走在半道上的时候 遇到了一辆开着远光灯的小货车 据事后调查得知 这辆小货车是一辆上牌仅仅几天的新车 司机也是一个新手 有可能是根本没意识到 自己一直开着远光灯 李兴明当时被灯光照的是完全看不清路况了 差一点就和一辆三轮车相撞 最后就摔倒在了小货车的前面 因为喝了不少的酒 而且出门的时候刚给老婆吵了架 又赶上了这么一茬的事 李兴明当时情绪一下就爆了 他站起身来就去找小货车的司机理论 当然开口的第一句话 先问候了小货司机的父母 没想到对方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没说两句两人就动起了手 据李兴明回忆说 两人打着打着 对方就跑回了车上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对方这是要拿家伙了 所以他也从摩托车上抽出了一把随身携带的砍柴刀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会理解 谁家好人出门还随身携带刀具呢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1998年 那个时候的治安还没有像咱们现在这么安全 一般出远门的 尤其是走夜路的人 都习惯随身携带点防身的工具 所以说李兴明的这个习惯 在当时也算是说得过去的 可是李兴明却忘了 自己带刀的最初目的是防身 李兴明说 他抽出刀后就往对方的脸上砍了一刀 接着对方就倒在了地上 然后他骑上摩托车扬长而去了 不过经过这么一番的折腾 李兴明的酒劲也慢慢的清醒了 他开始担心起对方的伤势 随后就把摩托车停在了路边 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打去了电话 让朋友赶紧去看看那个司机的情况 那个朋友到地方后 就以路人的身份把对方送去了医院 这个消息让李兴明一下就慌了 他把手机关了机 然后本能的骑上摩托车 开始漫无目的地逃窜 直到摩托车耗尽了最后的一滴油 李兴明又开始选择步行 而在这逃亡的两天时间里 他也一直做着无比艰难的思想斗争 最终还是李兴赞成了侥幸 他选择了自首 经过审理 李兴明被判了无期徒刑 入园以后因表现良好 李兴明先后获得了多次的减刑 同时他还参加了监区举办的 多个技能培训班 并获得了包括厨师 计算机 创业培训等多项职业的技能证书 截止到2012年的2月8日 李兴明的刑期正式结束了 创业务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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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联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